记者温余的台北报道,本报前年曾报道,1956年仅19岁的女情报员严宪军被派往中国从事敌后工作,但一去不回,国防部后虽通知家属私讯,但死亡时间速度变更,包括1967、1987与1999等三版本,引发严家人虽零符续金差额, 但仍请求差额利息,台北地远更易审上周五议判国防部应赔偿77万余元,全案仍可上诉 国防部1955年吸收严县军未谍报情报员,隔年派往中国,香港负责敌后工作,严女初期仍与家人联络,也会寄照片回台湾老家,但之后秒无音讯,严姆也未再收到国防部发给的女儿心想 经家属多次申请在职证明,军情局才合发证书严县军仍是县意上位,并于1986年起致发严女荣民政补给严姆,续发心想 而国防部1998年首度通知严家人严县军已于1987年在特区作战死亡,和发严母抚恤金,但隔年随即更正死亡时间为1967年,军方一再变更军人死亡时间做法,导致严家人认为严女服役年资减少,抚恤金会缩水,由严母出面打行政诉讼,请求确认,台北高等行政法院审理后 则领国防部先查明严女死亡时间再抚恤,但严母等不到官司确定,2007年离世,官司由儿子接手,最高行政法最后依国防部资料,认定严女1998年失踪后额年死亡,判国防部应不发318万元抚恤金差额确定 但严男认为,国防部直到20010才更正包子死亡时间,距离首次告知时间已差12年之久,致时抚恤金遗产差额利息,少算170万余元,另案诉请国赔,一审虽全额判准,但国防部不服,提起上诉 二审认诉讼程序举重大侠笔,发回一审,这次更以审认定,严母生前并未主张争取赔偿抚恤金差额利息,因此差额利息应以严母2007年1月10日,死亡后算至国防部2011年11月22日为准, 共计四年又317日,判赔774,699元